大家好,我是世信文老師 我們今天要來教各位同學 如何裝酒精燈 那什麼時候呢?應該要加酒精了 那我們現在在桌上有兩個酒精燈 我們來看看喔 把它拿起來,記得先戴上手套 那我們先觀察 拿起來看 好,我稍微把鏡頭調整一下 好,平平的看進去你會發現 這個大概低於一半了 這個差不多剩一半 那這個差不多要加了 那你不加的時候會怎樣? 你看這個酒精燈 好,你仔細看 那裡面這個燈芯啊 因為你上面這個一直燒一直燒一直燒 然後就把這個燈芯越燒越短越短 因為它 已經吸不到酒精了 你們自己看 所以你不補充 就又要換這條 裡面這條燈芯 那這條燈芯我們基本上用銅菌繩就可以了 所以咧,一定記得要加 不然你這個燈芯就越來越短 就又要換 有點麻煩 所以同學記得咧 只要低於一半的時候 酒精 就要補充 那我們酒精燈裡面加的是 所謂的工業酒精 那等一下我們 老師會來示範一下 那怎麼加這個 酒精 所以這個咧 基本上又要換這個燈芯了 所以同學記得一定要補充 在做實驗的時候咧 只要沒有酒精的時候咧 你就是要先加 再可以拿來點火 好 那你看這一個 這個燈芯咧 我們才剛換完 那所以同學不要再讓這個燈芯咧 裡面這一條 等一下又燒成這樣 就麻煩了 又要換了 那我們現在準備來教同學如何 我們來教各位同學如何 補充或填充這個工業酒精 好那我們第一個先把燈罩打開 那把這個轉開 轉開之後咧 我們就把我們的漏斗 漏斗 把它插進去 然後酒精在裡面去 好 那拿起我們的 這個 工業酒精 特別注意一下喔 這個 它這邊有危險的 這是絕對不能使用的 這個是酒精燈專用 那它會稍微有點染色 所以咧 跟我們的 乙醇 酒精是不一樣的 這個 有危險 絕對不能吃 也不能喝 好不好 那我們現在咧 開始 補充 這個 酒精燈裡面的酒精 然後把瓶蓋打開 好 把瓶蓋打開 那加到約 七到八分滿 就可以 好 那差不多囉 這樣就可以了 蓋蓋開起來 放回藥品室 好 鎖起來 露道拿起來 把它鎖緊 好 那這種酒精燈是相當安全的 你只要把它鎖緊 它基本上 即使 倒過來 都 不會有太多露出來 你要 轉緊 所以這個酒精燈呢 是相當安全的 好 那最後咧 就把它蓋起來 那等我們需要用的時候咧 再來用 那今天的這個 如何填充酒精 工業酒精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 就交到這邊 好 謝謝 大家 的 收看 在我們的右上角咧 這邊可以 訂閱我們 或 按讚 下次見囉 拜拜